哈囉大家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 投手球到本壘板的距離是18.44公尺 而最早的距離則是1887年的15.24公尺 這個改變主要是考量到投手球速一直進步 為了讓投打平衡 才不斷的將投手板往後移 但是如果有人用偷吃步的方式縮短這段距離 會得到好的效果嗎? 今天就來介紹兩位投球動作 具有爭議的大聯盟投手 第一位就是曾經在天使隊擔任終結者的Jordan Warden 他算是近年來較早崛起的火球男之一 2010年登上大聯盟 隔年憑藉著100mi的訴求 在天使隊繳出單季32次救援成功的紀錄 但或許是投球姿勢的關係 導致接下來都在傷痛中度過 2016年後就再也沒上過大聯盟 不過當時聯盟對於這類的投球姿勢 並沒有明文規範 加上Warden的墊步很流暢 所以當時聯盟對於這個墊步式的投球 沒有多做解釋 不過過沒多久 又出現一位在投手板上跳投的男人 那就是先前效力馬鱗魚隊的救援投手Carter Caps 靠著急速101mi 均速97.6mi的訴求在大聯盟討生活 不過他最出名的還是那墊步式的投球動作 這個動作甚至讓他在2015年4月 在小聯盟被主審抓過投手犯規 隨後大聯盟官方還針對他的投球動作進行審視 最後認定只要投球時後腳不要抬太高 盡量貼緊地面就沒有違規的問題 但過沒幾天大聯盟又改口 還發信給所有球團 表示這個動作已經違規 那為什麼前者可以安全過關 後者卻引起爭議呢? 關鍵在於兩者的軸心腳有所不同 從兩張比對圖來看 左邊的Caps在軸心腳離開投手板時 是腳尖面對三壘做一個橫向的跳躍 而右邊的Warden軸心腳則是隨著身體轉動 而朝向地面 以脫步的方式前進 加上Caps跳躍的距離又比Warden來的大 只能說Caps作弊太明顯啦 收到聯盟通知後 Caps也將動作做了微幅的修正 而他的球速依然可以上看100mi 並沒有因為少了那一步的距離而有所降速 所以為什麼要用這種容易讓自己受傷的墊步式投球 可能只有Caps自己才知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對於這兩位偷吃部大師有什麼其他的看法嗎? 歡迎在留言區討論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